爱美的人都希望身上可以拥有光洁亮丽的肌肤 但是很多情况下皮肤上会产生一些发黄、斑点或者斑块 让人非常非常烦恼的问题 但是很多人怕在治疗的时候又会产生一系列的副作用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究竟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今天我们非常有心地请到了 那孙院长可不可以麻烦您 发黄斑点斑块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发黄是跟遗传有关系 不过跟天气的季节有关系 比方说冬天皮肤会比较不黄 夏天会比较黄因为太阳比较大的关系 那跟生活习俗也有关系 大家睡不好的时候或生活习惯比较不好的时候 皮肤会比较容易发黄 这所谓的人老枯黄是属于黄色的是这样子 另外这斑点呢通常是所谓的这个老人斑、晒斑 甚至质都属于这个斑点方面的事情 雀斑也是属于斑点 第三种是斑块 那斑块呢往往呢是这种比较云端状的这种形状 这个通常最凡人的是两种 第一个叫做发炎后黑色素 第二个叫做这个荷尔蒙斑 那至于呢这三种的不同的颜色 事实上诊断是蛮重要的 因为治疗是不大一样 好谢谢孙医师 那请问一下目前市面上有哪些方法可以治疗这些症状呢 好的这个传统的基本质量分成三种 第一个是激光 第二是患肤 第三是擦药 消费者呢一直在寻找一些比较迅速的 非酸性的 而且不反黑的治疗方案 可以来同时改善这三种的问题 同时改善下层的黑色素跟上层的黑色素 为了这方面的这个需求呢 我们多年来要继续研发 那我们有一种技术研发 叫做Rapiclear 来针对这个方面的特别的需求而设计 好谢谢 那可否请孙院长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Rapiclear呢 好的Rapiclear是一种这个快速进解法 那么这个的目的是 是改善皮肤中下层的黑色素 跟皮肤上层的黑色素 这个同时呢 可以改善这个皮肤 这三种黑色素的问题 同时就是第一 改善皮肤黄色的问题 第二呢 让皮肤斑点可以减少 第三让皮肤的斑块也可以减少 这个原理是来自于很巧妙的使用 搭配综合性的治疗 配合所有的低温 多频激光跟非酸性的换肤 也就是说 首先呢 我们把这个斑点 做以气除去除 以这个非常低温的 多频激光 多频道的激光 来把黑色素把它粉碎掉 造成很轻微的结渣 非常非常少 甚至没有 然后再把非色素在脸上呢 再进一步把它粉碎 之后呢 做一种非酸性的换肤 叫做Glopil 这换肤跟传统换肤刚好相反 是不酸不辣 不烧不红不热 这样一来呢 可以把上层的黑色素 可以在一个礼拜之内 到10天之内让它剥落 同时可以改善发应 和黑色素 同时可以改善荷尔蒙斑 因此呢 这个治疗呢 可以改善这个皮肤的黄色 让酷黄的颜色 可以减少在一个礼拜之内 然后在两个礼拜 到三个礼拜之内 也可以把皮肤的斑点 进一步减少 所以这是一个蛮好的 一个治疗方案 感谢孙院长 今天为我们带来一种 如此快速 有效温和的 Rapiclear的一种治疗方法 谢谢孙院长 谢谢 谢谢 谢谢给大家